大家有聽過定靶滑音嗎? 它跟一般的滑音有什麼差別嗎? 今天就讓我們一起來學習新技能吧! 哈囉大家好 我是完全沒有在鬧的胡鬧的胡 今天呢要來教定靶滑音 那說到定靶滑音呢 我自然會聯想到周董的兩首經典歌曲 那就是菊花台還有青花池 那在看曲子之前呢 我們先來了解一下 什麼是定靶滑音吧 那定靶滑音呢 其實就如同字面上的意思 定靶就是定靶 滑音呢就是滑音 就這樣而已 很簡單嗎? 所謂定靶滑音呢 就是在同一個靶位做同指滑音的動作 一般在同指滑音的時候 我們都會換靶 像是這樣 那定靶滑音呢 我們是不換靶的 在同一個靶位做滑音 像是這樣 那我們現在來看曲子 首先我們先看到菊花台 在一開始的第二小節這邊 就有使用到三指的定靶滑音 那大家先聽聽看 不加定靶滑音的指法 那我們先來試試看 定靶滑音的指法 是不是聽起來的感覺不太一樣 那這個三指的定靶滑音呢 是從咪這個音滑到收 那因為收這個音呢 它剛好是泛音 所以只需要虛按就好 不要按太緊 所以這邊的訣竅呢 一開始在咪的時候 我們要按緊 然後好像在這邊集氣一樣 然後再把它射出去 用手指擠出去的感覺 那手指彈出去的同時呢 手要放鬆一點 但是也不能離開你的弦 不然就會破音 那推出去的時候 其他的手指也可以跟著打指 這樣它伸展的幅度又會更多一些 而且也比較不會這麼卡 如果你手指依然還彎著的話 就會有點卡卡的 那我們滑到收之後呢 後面還要回來咪 所以我們一樣用三指滑回來 那這時候指頭就要先稍微按緊 接著用指關節的力量 將手指頭拉回去 而不是手指頭自己主動的移動 那回來的時候呢 其他伸直的手指 也要跟著一起彎回來 那菊花台的第一段呢 就有很多地方 可以使用這個三指的定把滑音 因為它出現了很多次 ミソミ 所以你在安排指法的時候呢 也可以考慮其中幾個人 ミソ使用定把滑音的指法 那我們就整個第一段聽一次看看吧 好的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換到青花 那這首歌呢 我會用C調來講解 那它也是一樣 在一開始就可以使用很多的定把滑音 那我們現在聽一次沒有加滑音的吧 那我們現在加上定把滑音看看 那C調的拉剛好是空弦 所以一指往上勾的時候 就直接滑到千斤線就好 它自然就會變成拉的音 往上勾的時候 靠指頭放鬆 靠指關節的力量 將手指頭往上抬 那這邊比較特別的是 我們一般在按弦的時候 手掌心會朝下 但是在一指定把滑音的時候呢 在往上滑的時候 手掌心要稍微轉向自己 就能滑的比較順一些 其實基本上只要轉一點點就好 因為我們下來還要再轉回原本的手型 所以你轉的角度多少 就要轉回去多少 那如果動作沒有那麼靈活的話 反而就會更卡 那不管怎麼滑呢 虎口的位置千萬不要跑掉 不然音總會全部都跟著外調 那我們一樣聽聽看 青花池的前兩個小節 其實呢不只這兩首歌曲 還有很多歌曲 都可以試著使用定把滑音看看 那好不好聽呢就看個人 像剛剛那兩首歌呢 也許有些人覺得 不加滑音的版本比較好聽 加滑音感覺太油 所以在曲子上 要不要使用定把滑音 跟要加在什麼地方 就看你自己囉 好的 那大家都有學會了嗎 趕快去拿起你的二虎 一起來練習新技能吧 那另外呢 對胡鬧二虎的課程有興趣的朋友們 也歡迎加我的like 或透過粉絲專頁私訊詢問喔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幫我按讚分享加訂閱喔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再見囉 掰掰 請來幫我按讚一下 我按讚一下 看一下